來的話待會我們來修改 其實當然我已經有改好了 因為我擔心所有同學應該會有問題的 而且很多同學是基本上 完全是從那個什麼初學班嗎 還是幼幼班嗎 就是開始 所以基本上 當然會遇到很多問題 那程式是這樣 就是說一個字都不能寫錯 OK 然後呢每個地方 都是必須要完全了解的 也就是程式裡面應該沒有多餘的東西 有沒有 你講話也可以講一些罪字 但是程式是一個字都不能出錯 而且都不能多出來的 然後結構性要很強 所以呢 哪怕只是一個空白一個窦點出錯 那這個程式呢也會亂不出來 所以呢請各位務必要非常的小心 其實程式 要這麼這麼 所以其實細心程度還蠻重要的 OK 不用快 但是一定要完全正確 所以呢 待會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做的是 就第一個 把剛剛下載一頁的動作 把它變成下載一到六四頁 那改的方法的話 我跟各位講 我這邊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改好的 批次下載 批次就全部嘛 下載的話就是 先那個forI等於一到六四嘛 所以你把它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開始轉圈圈 那這個開轉圈圈不是當機 開轉圈圈就是它去網路上抓 所以它瞬間就全部把網頁資料下載下來了 有沒有 2004年 總共下載了5818列 大概一兩秒鐘全部就下來了 但是它這個還沒完成 因為這個格式還不ok 所以我們下載完之後 再把格式 把它改成我們要的樣子 就可以拿來統計 哪一個號碼的出現機率 是最高的 而且這個資料 應該是最完整 最新的 ok 那如果你將來想要 做一些樂透彩的分析 大樂透的分析的話 那這個應該是最直接的 這個資料 甚至你還可以分析說哪一天 或是禮拜起 禮拜二出現的機率 比如說明天好了 你要簽 然後明天開箱 禮拜二出現機率哪一個最高 你把禮拜二的資料抽出來 然後再做一個統計 好 那這裡的話該怎麼做 那第一個 我先把資料先刪掉 刪掉很簡單 就點到最左上角這邊一下 然後Delete鍵 它就把資料全部刪光了 好 好那再來的話怎麼做 第一個呢 就按照剛剛的這個大樂透 在這個程式 我們來改一下 我把這個先Delete掉 第一個改 前面的名稱改成P次好了 因為剛剛的話一次就是 不用P 就是差別就是名稱改一下 P次大樂透下載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一段程式 Wiz到Wiz不用改 我們就直接改 改它的第二行部分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貨回圈 那這個Fore回圈的話 我剛剛講 For I 等於 1到64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請你把這裡面的 這個E有沒有 改成I 那怎麼改 請你把Wiz到EnterWiz的程式 拖拉到4NAS裡面 那因為這樣看起來 不容易閱讀嘛 所以基本上 會把Wiz到EnterWiz 再按一個TAB 選起來再按一個TAB 為什麼呢 讓它縮排 你會比較能夠看得到 就是說 Fore的開始 結束在NAS 所以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把Wiz到EnterWiz 的程式 放在那個 For I 等於1到64 然後接下來第二步 怎麼樣 再把這個 E的部分 改成I就可以了 那改成I的方式 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先背個口穴嘛 算一下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前後呢 再 空格 OK 那基本上 本來是Index Page等於1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那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 會怎麼樣 它會跑 它會跑 但是 它會符合我們要的 其實會有個問題 什麼呢 因為Distination 都是放在A1 所以你會發現 它 會怎麼做呢 它會只要下載一個之後 如果你再放A1的話 它就會把第一次的擠到右邊去 所以呢 原來的第一次一定在最右邊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個變成什麼 它的第一頁在這裡 然後第二頁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第三頁在哪裡 就是一直往左邊 就是一直增加 所以總共64頁的話 那64頁應該在這裡 可是這樣很麻煩啊 我們這樣要怎麼處理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雖然有把全部資料爬下來 但是不好處理 所以理論上 我們應該 再把什麼 把一個參數變更 什麼參數 這個 A1 有沒有 那我就呢 把什麼呢 這個A1 如果當它是第一次下載的話 有沒有 可能第二次的話 那我就讓它 什麼 向下追蹤 追蹤到的那個列 有沒有 比如說向下 Ctrl向下 那我把追蹤到的這個列號 把它加1 就是說 這個追蹤到的下一個儲存格 繼續再下載資料 所以呢 第二個地方要改的是 它應該下載在最下面的列加1的位置 可是呢 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所以第二個 第一個是加一個FOR回圈 讓它重複嘛 然後把這個資料先delete掉 因為這是錯誤的 OK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我要把這個A1 A1 改成什麼 判斷4 可以判斷什麼 所以在FOR下面 再多增加一行 然後寫什麼 寫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 所以如果一負 如果什麼呢 假如 完全是空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完全都沒有下載任何東西的話 那理論上 A1裡面應該是空的 所以我們有個邏輯啦 如果當這個A1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空的話 那我這個 假設 多增加一個變數好了 這個變數 變數名稱 是不是叫K 我有點忘記 看一下 R啦 換成R 如果呢 如果 如果 Rrange 儲存格裡面 哪個儲存格 一般我會用A1 這個A1儲存格 裡面看一下 裡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話 然後要做什麼 ZEN 這是我想到一個方法 因為我要判斷 然後加一個Ls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然後讓它判斷 如果 如果 當它 A1裡面的儲存格 假如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就空的話 那表示說 它現在的狀態是 一次都沒有下載 那如果一次都沒下載的話 那 R 我多增加一個變數 等於1 意思就是說 請你直接幫我 第一次就放在這裡 那 反之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R這個值 等於什麼 你就直接 從A1向下追蹤 這個向下追蹤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向下追蹤 就是從A1 有沒有 向下追蹤 點END AND 有沒有 然後向下的話 就是前刮鬍 向下XL DOWN 然後呢幫我追蹤一下 它的那個列在哪一列 所以點什麼 點ROW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 蠻多地方 假如你需要 一直不斷追蹤 它最下列的位置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幫我追蹤到 最下面的列 假設是85 可是我要再往下一列的話 你直接把它加1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變數 叫做R 那這個R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E的位置 把R放在E 那放的方法 其實跟那個放I有點類似 不過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E的位置 剛好在那個 後雙引號的 左邊 所以意思說 它右邊沒有 所以右邊沒有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 這個E delete掉 然後後面 空一格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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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把R 串在這個 字串的 右邊就可以了 那這個方式 你想說 老師那跟剛剛的I 為什麼不一樣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I 前後都有次 所以不能這樣做 那E的話 因為它 右邊已經沒有次了 所以你就直接 and r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程式 就寫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跟這個 這個再講一下 E 有沒有 那把這個 delete掉 然後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r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地方 同學比較會常常 這個 轉不過來 當然啦 如果說假設 你是轉不過來 沒關係 另外一個方法 你就用剛剛的方法 有沒有 前面一樣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r 然後把and 控格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也可以 只是說你會發現 會多一個東西 and什麼 and沒有東西 那and沒有東西 其實有點多餘 OK 那當然最後 你可以把and 沒有東西把它 提列的掉 但是我好像有點 多死一局的感覺 好 所以其實啦 主要是把r 串在後面的意思 OK 慢慢習慣之後 這些今天會發生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當然呢 這邊可以設個中段點 在哪邊設中 這邊 這邊 好 OK 執行一下 A1現在是不是等於空的呢 它回來是true true的話就沒有 所以它就跳到r等於1的地方 所以r等於1過來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把這兩個串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就會變A1了 有沒有 那A1意思是下載到A1的意思 然後抓第五個表格 然後refresh就是把資料抓下來 好 那你會把你抓下來了 再來的話呢 換到下一個 欸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那現在那個A1裡面 是不是空的呢 它回答說FORCE FORCE 就有東西耶 有日子就兩個字 所以它就跳到Ls 所以Ls裡面的話呢 那目前喔 這個東西向下追蹤的話 是多少 91 所以喔 Ctrl向下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91 它就幫我把什麼呢 Ctrl向下的這個91 有沒有 的數字呢 幫我把它拉到這邊來 所以91 加上1 那r就變成92 有沒有 所以 執行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R它就會是92 那一樣啦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 A的92 所以放在A的92 就放在這裡 OK 所以喔 再來往下 幫我把資料放下來 那你會發現它就放在什麼 A的92 位置 那一時類推 再來的話呢 向下追蹤到182 加1 183 所以底下都一樣 所以就把它全部執行 那我一樣把中段點拿掉 因為 等一下都一樣 全部執行 它就一直跑 所以 很快的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那個 全部 等於是說 那個網站上面的 64個網頁資料 全部一次就下載下來 就不需要人工 那當然這個還可以更多啦 假設你是6千頁 6萬頁都一樣 也就是說 像股市資料 全世界都有 連半頁都有 那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說 你找那麼多人 每天幫你下載 那如果你想下載 你寫爬蟲就好了 甚至呢 Excel 它具備有那個 類似像鬧鐘功能 時間到 它可以自動執行 你電腦可以不用關嘛 時間到它就弄一下 然後呢 當什麼數字 你給演算法 然後演算法 假如某個數字出現了 你再回報給你 這樣也OK嘛 你就不用隨時在那邊盯盤了 所以以前那種盯盤 其實說已經過時了 現在都是利用電腦 在幫我們做資料處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批次改成那個 那個剛剛的部分 主要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I等於1到64 第二的話呢 就是 邏輯判斷 A1是不是空的 如果 4的話就等於1 不是的話 向下追蹤加1 然後把這個 A1的這個地方 改成M的R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請各位把 剛剛的那個 大樂透下載 改成叫做 P次大樂透下載 這個範本的話 其實可以用在蠻多網頁上面 只要那個網頁本身 是一個表格式的資料的話 其實都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像那個 樂透雲裡面 除了大樂透之外 其實好像還有威力彩 三星彩 一堆彩的 其實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不知道號碼啦 歷年來的號碼全部你都知道了 所以你假設身邊有那種 長輩是不是 我發現很多長輩每天都在看 看這個牌 然後每天在那邊算 其實你可以教他一些這個方法 讓他算得更有效率 而且能夠更貼近那個 歷史資料 看能不能真的把那個 下一期的號碼給算出來 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 大樂透下載 改成P次 大樂透下載